千里江山多礁,万物生灵有趣 化海纵舟,笔墨之间有诗词意境 也有时代风云 他在战火纷乱中,叛逆而生 四位出道,他就是宁南画派 我是宁南,求美求真 带尼南,宁南画运 这场旅程,我们从一朵木棉开始 在众多宁南画派画家的笔下 木棉可谓顶流 木棉入画,画像宁南半边春色 一身风骨 75岁的陈永强也是木棉的超级粉丝 他用钩田等笔法画出了木棉新姿态 昂阳英雄系,磊落君子风 我是木棉树下长大孩子 我认为他人最体现宁南人的一种精神 开放,包容,牧师,创新 木棉风谷,延绵岭南画派几代人 而关于岭南画派的起始 就得去广州的石香园看一看了 1864年,清末著名画家居朝居连 回到故乡广州修建石香园 居连后来在此开馆授图 居连呢,他特别喜欢写生 注重施法自然 打破了当时的特别盛行的这种蘑菇之风 就近取材,生活中常见的花卉啊 蔬果,草虫,甚至腊肠腊鸭,瑶柱 对,嶺南的好物,他无一不化 他是妥妥的一个带货博主 林院这边呢,就是紫离花馆 就是当年居连教授弟子的地方 那我们嶺南画派创始人当中的高建妇 陈淑仁都曾经学画于此 所以后人也评价说 居连他是以一己之力 带动了我们大半个广东美术的新生代 因此石香园呢 也是被称为岭南画派的摇篮 其上从二世纪初 从石香园走出的高建妇 高齐峰陈树仁先生 他们一起提出了 折中中西融会古经的艺术主张 由此掀起了中国画的新革命 他们激引了大批青年艺术家打扣 他们在战火纷飞中 做实业、半画报、开画展 以艺术救国走入大众 而后 岭南画派第二代崛起 其中 观山岳、黎雄才 赵绍昂、杨善申 被誉为岭南四大家 家作评出 画为新型、诗为新生 岭南画派的话语提示 留存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 那么我们又是如何保存它们呢 广东美术馆的典藏簿 有特殊技巧 因为这幅作品早前是放在 营兵馆的一个公共的空间 可能是受到一些水渍 还有污渍这样的影响 所以我们后期也做了一些修复 我们平时检查作品的时候 都要戴好口罩 还有手套这样子 避免手上的汗刺 有在这个作品上面 这是很脆弱的 对对对 作品是很脆弱的 我们对藏品保护的要求非常的高 通过保护好这些藏品 挖掘它背后的学术价值 通过展览 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它们 回到当代 岭南画派仍是活力满满 百花齐放中 独具南方美感 昂扬而鲜活 如今 岭南画派的名家作品 享誉海内外 这些作品 也是许多民间美术馆的宠儿 岭南画派的精神 也影响着这片沃土上 民间美术馆的发展 新史湾美术馆 是扎根于岭南 而源于岭南 它的背后是一个实业 其实我们希望 本土更多的受众 能够感受到我们岭南画的一种 韵味一种美感 岭南画派确实一贯融入大众生活 然后融入民间生活 其实还有个空间叫 新史湾美术创刻空间 这个空间是为了助力年轻人的一种化展 我们用民间的力量 助力大湾区的创造事业 走完一场美的巡礼 那么关于美的未来呢 今年是广东美术馆的大年 白鱼堂大湾区艺术中心 也即将降臣 会形成一个强国乃至亚洲 是世界的一个艺术殿堂 那随着广州艺术博物院 深圳美术馆 包括这个岭南画派纪念馆的一个改造工程的过程 会形成的一个我们广东美术经的一个格局 特别是在这个大湾区的发展格局底下的话 那我们会以美术来推动文化 这样是彰显岭南文化的一个新的面貌 单亲岭南 弯曲风采 新时代的岭南画派生机勃勃 不拘于岭南 一步止步弯曲 新的篇章已经展开 除了一步 新的颜色 而是 新的颜色